树叶有专攻 能力各不同 警犬也有新手高手之分 12月13日 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八支队警犬所举行警犬年度考核 及幼犬的挑选与受训犬的培训考核工作 共有21名代权民警和21头犬参加考核 分别有5头幼犬和16头成年受训犬 此次考核对于5头幼犬来说尤为重要 考核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去留 同时还决定了他们以后将要同事的专业方向 我们通过幼犬去找到这个犬适合 干什么咱们这个竞犬专业 咱们竞犬专业们有搜毒 搜报 防暴 还有行政类的追踪 鉴别 血迹 搜索 就是通过犬的性格 性格的个性 去找一个能发挥这条犬 最大限度去发挥这条犬的价值的一个科目 幼犬吞过考核后升级成为受训犬 最后才能升级成为一名正式的警犬 警犬所副所长马涛告诉记者 警犬按照等级可分为右犬 受训犬和正式警犬 类似我们指称里的初级 中级 高级之分 最终五头右犬全部通过考核 升级成为受训犬 并确定了自己以后的专业方向 警犬训导员马海霞是警犬所唯一的女警犬训导员 他所训练的警犬是一头四岁大的德国牧羊犬 名字叫黑熊 在考核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通过考核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黑熊 在抗干扰能力方面还需要提高 因为我的犬可能应该 因为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训练嘛 所以他对于人多的场合 可能他有一点就是茫然 就不适应 然后可能接下来我要对他的这个注意力训练方面 抗干扰这方面要加强训练 此次参加考核的成年犬均为工作警犬 主要是检验一年来警犬所民警的训练成效 主要考核的科目是收补科目和基础科目 基础科目通过这三项考核呢 就说成年犬里面16头警犬全部都是合格的 各位 谢谢大家